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Vision EQ Silver Arrow犹如一只银件划破天际 致近了急速432.7公里的W125 同时又展望了电动车的未来 而两年之后2022年Vision AVTR 看到了车子可以变成智慧与情感的延伸 科技与自然同时融合的那么样的精彩 时间点来到2024年 这一次的主题11% Mercedes Benz 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呢 大家看到入口像不像是一个钥匙孔 今天就让地球王金线和我成为您的钥匙 一起解锁吧 走 解锁11%代表的含义 如果完美是百分之百 你要突破百分之百代表的就是你所追求的肯定是更高更远的未来 同时技术再创新 科技再突破你的前瞻独特性设计感等等等等 带人们看向未来 冰市的概念车就是这样的代表座 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Vision 111 德哥 嗨 我们其实在IAA车展 当时冰市展区的重点秀就是这一台 Vision 111 他把前卫的那种美学用极简的风格把它展现出来 你看他这么流线的样子感觉就好像是一辆太空飞船飞进了地球 好像从外太空降临地球 可是这不是他最美最美的姿态喔 德哥 他其实是有 是吧 来 我们一起展现他最美的样子吧 哇 它的造型设计等于要像就是1969年的C111致敬 而且它还把W125的设计风格运用在这一台车上 所以它满满的经典还有梦幻的科技 我们常说未来感觉好像就是跟过去做了一个切割不是的 冰市的未来向来它还可以像过去致敬同时让你看到那种很完美的融合就在这台车上 对因为我们常说高端品牌沟通的叫做文化 所以它把过去的赛车底蕴它把那种文化一直传承到现在 那么我们回溯到1969年当时C111其实在设计上也是车坛上的大突破 它当时用的是四个转子 代号M950F的四转子引擎有350P的动力 可能我们现在听到350觉得好像还好 可是在那时候它已经算是顶天的性能 而且再加上展翼的设计它是一种突破 还有包括这个橘色的涂装 对 都是像当时的C111致敬 对不对 那么C111它其实一直衍生到C111 II 你知道它一开始是用转子引擎 可是到了1978年它已经换上了4.5升的V8 Turbo引擎 可能大家知道500P是一种门槛 可是在1978年宾市就办到 而且当年的急速已经可以突破到400公里 我们现在讲几个数字给大家 你要想要不断地经过风动测试 讲空力讲到极致 然后上面它要做这种中置引擎的各种引擎的研发 从四转子引擎也好 到后来柴油引擎 再到你所形容的最后动力最大的汽油引擎 大家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急速可以破400 可以写下很多世界记录 那是在50多年前 对 所以梦幻这两个字呢 全是这一台终极超跑 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而且为了要后面推展它的冷漫赛事 到了1991年 C111进化到C12 其实那时候呢 它又换上了6.0 V12 所以也为未来的冷漫赛事呢 铺路 B4真的都走在最前沿 当时的设计师 当时的工程师 也没有让大家觉得佩服不已 就是他们在那个时代 他们就奠定了 很多人时至今日 我们都觉得 哇 那个成绩很了不起 那来到了Vision 111呢 它又实现了什么呢 其实在造型上呢 我觉得它是一种突破 首先大家可能会觉得 它好像是被削切的子弹 相当的低扁 相当的圆润 可是对我来讲呢 我在它的车头看到是 W125的线条 包括它的前脸 你知道未来呢 它还会有一些智能的功能 那它现在的这个头灯呢 当然现在是Concept Car 但它实际量产以后呢 绝对是高画素的头灯 而且呢 它甚至还可以跟其他车辆沟通 我们都说要走数字化嘛 对 走数字化 那你会发现呢 宾室其实因为有自己的F1车队 所以在空力这件事呢 从一些细节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好比说它的下老流 它还有一条一条的导板 那其实每个导板呢 都有它实际的功能 那包括它整个流线 你等于在破风前进的时候 这么低%的身影呢 也可以帮助它提升它的下压力 公行车体 就是为了它的流动力学 对 那你看它展示 是不是特别的美 我们来到侧面 因为从侧面就可以看到 它坐舱好多好多漂亮的地方 你首先看我们传统说A柱的地方 包括它现在已经展开的车门的上缘 包括等一下我们再看到的后方 都是透明的 对 跟外界的流动感是很好的 对 因为像F1 它是把整个轮胎裸露 但这一台超跑呢 它虽然轮胎包覆 但是它相当的抢眼 它用的是22寸的配胎 而且它光是后轮 都已经大到了315 那为了要向第一代的C111致敬 这一次的Vision 111 它用的是四马达 而且它是用自家的YASA马达系统 YASA它有轻量化高输出的特色 在车坛上 只有一台中级超跑用 那就是Ferrari的SF90 所以你可想而知 这一台如果量产之后 它会有多精能的威力 我们看这个OE的车门 这么的漂亮 因为门槛确实也很宽 对不对 这感觉上面都可以做人了 终于可以做做看 这就是超跑该有的姿态 我们是有获得品牌方的首肯 才敢做这件事 因为我真的很想跟它近距离接触 而且可以进一步的细看一下 哇 我现在内心很雀跃 有点小路乱撞的感觉 有点兴奋的感觉 其实它在设计上 你会从它圆润的腰线 看到它下摆的侧子 你看它侧群里面其实有光条 这个光条不是只是为了炫 你要想象当这台电动车 在全速四个马达 急速冲刺的时候 这个光条 它在地表上奔驰 会让你觉得好像光速贴地飞行 所以我觉得会很梦幻 而且德哥 进一步来看它的整个座舱的设计 我觉得就是充满着科技感 对 其实在座舱上 这一台Version 111呢 它其实把很多F1的科技运用在里面 好比说你看到它的座椅 它的座椅有4.4的安全带 可是它整个坐姿的界面 就是来自于F1 再来包括直立式垂直的踏板 它也是来自F1 就连你握着方向盘 那个方向盘的概念 构思也是源自于F1 而且这台车呢 因为它是来自于未来 所以你只要戴上它的AR 扩充虚拟实境的眼镜 你会觉得好像是从外太空奔驰 你除了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 还有不同的功能以外呢 它还可以让你觉得 有一种梦幻跟科技的战斗氛围 对 因为你以后肯定 有三维度的这些图资 都可以在你眼前 让你对整个路跨 还有你车跟车之间的沟通 也都有很多新的可能 对 其实我很喜欢它的方向盘 它的方向盘呢 你坐上去 我虽然没有办法坐进去里面 可是你不觉得 它就很像是一台战斗机 很像 而且我们去年在IA车展的时候 冰市它沟通的一个重点 未来它的车载界面呢 叫做Operating System 那想当年这一台车量产之后呢 它的设计一定会更超前 对 因为以后呢 车子肯定它是智能的延伸 真的能够量产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到第几单 对 但是从车端到道路到云端 这肯定全部是沟通 连结在一起的 对 而且它能够沟通的呢 不只是里面的界面 它就连尾灯 你知道吗 它现在尾灯是写着1-11 但是它其实有四种灯 灯体的变化模式 而且你在看到它下摆 夸张的下摆 我们用F1赛车来形容 对 我觉得它甚至比F1赛车 还要来得更夸张 那如果这台车实际量产以后 我觉得Version 11的 这一个后面的后挡罩 它也可以打开 因为它可以放行李 我们当时看到它的第一瞬间 就觉得好鲸挺 对 你看里面也有充满着 你知道最高端品牌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这个橘色 对 然后这个皮革的味道 对 其实说真的光看光闻到 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兴奋 很兴奋 而且我们当年是要飞到IAA 在慕尼黑 这个时候跟台湾的朋友们讲 你们真的是很幸福 因为IAA当时所有人只能看五天 对 但是在台湾它展出了有九天 我觉得品牌也很给力 就争取让大家可以多多有接触的机会 然后特别斥资就把它空运来谈 可以就是更近距离的去探索 宾市它所要呈现的科技 跟它未来终极操跑的方向 谢谢德哥 大家现在看到这段画面 是IAA车展 宾市展区里面 除了Vision 11受关注 其实更多人也在关注的 就是宾市在马达科技上的一大突破 这个部分 Bob哥他带来了这么厚的教科书 这个书好大本 我们讲说这个其实大概是在讲 在致敬当时我们讲说C-1111 其实C-1111当时其实在动力系统上面 其实他们做了几个大胆的尝试 你想想看54年前 大家正在追求工程上面 内燃机引擎的更高的效率 所以当时宾市其实有做了几个尝试性的 包括比如说四转支引擎 五缸的柴油引擎 还有V8的汽油引擎 但是现在时光回到 来到50几年之后的 这个Vision 11的时候 它到底要带来 什么样的次世代的电气化的马达 我们那一次在IAA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其实我们看到这画面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很惊讶是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过 很多电动车马达 它长的样子就跟 我们熟悉的电动车马达长得不一样 对 因为你看到它这样 一片一片一片拆起来 我们先告诉大家 它叫做轴向磁通马达 其实你从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轴向磁通马达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其实很薄 这个虽然是分解 它合起来的时候大概就这么大 体积比较小 而且小很多 其实我们讲说这种轴向马达 其实有一种很 有一个很显著的这种利益 对消费者或者是在工程上面的优势 就是我们在评估马达的时候 它有一个主要的指标 叫做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要出力相同的马力的时候 那它可能需要有一定的重量 有一定的体积 但是如果用这种轴向马达 它比起我们熟悉的金项马达 它的体积可能只要少三分之一 它的重量少三分之一 那它就是又轻又小 那我对于电动车的整个负担来说 那就少很多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 就有点像说我们现在如果用一颗引擎 那相同的出力 但它引擎很小 所以就down sizing 对 down sizing 要炸很大的马力 所以我们讲说这种轴向马达 其实它不是新概念 其实200年前就已经在尝试了 这么久了吗 就是说它在我们讲说在理论上面 其实是一直被视为是一种马达的完美形式 但是不管是200年前的法拉德 或者是我们讲说60年前的尼克拉 特斯拉 其实都有尝试的想要在工程上突破 能不能做出量产的产品 那这一次宾市是因为收购了英国的这家亚萨 所以轴向马达它现在是确定可以量产 对 可以量产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就可以在宾市的车款上面 看到有轴向马达装置在这些车款上面 然后它的功率密度是传统这种轴向马达的三倍以上 大家看这个画面 这个圆圆的胖胖的 那就是我们熟悉的 我们熟悉的进向马达直径的进 那它的电流方向跟它的轴心其实是垂直的 它的磁力方向刚好跟这种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 必须是发展出来的这种轴向马达 刚好乘90度 对 那轴向马达就是 它其实会是平行的 所以它变得可以很薄 所以它很薄 所以它在车子上面来讲 就变成说它第一个重量减轻 对车子 性能车来讲 重量是资助比较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体积变小了 所以在整个车内的布局上面有更大的弹性 那我们当然 我个人是很期待这样的量产的产品出来 因为它会让我们看到什么 电动车时代的高性能跑车 它跟你比什么 没有引擎可以比了 比马达 以前One Man One Engine时代 有最强是自缸 但宾市现在进到电动车 跟你比的就是 我有这么强的马达 我可以架出这么好的效率 然后我可以有这么大的动力 能够实现 所以Vision One 11是不是真的就带来了一个 对 One 11%的可能 是 现在买车 谁不比谁的车更聪明呢 这是一台宾市的E-Class OK 我一个人的时候呢 来先启动它 帮我关上驾驶座车窗 好 我把驾驶侧车窗关上 帮我开启驾驶座车窗 我打开了驾驶侧车窗 有没有很聪明 我觉得宾市现在的这种人机界面 真的越来越聪明了 智能座窗有多聪明 副驾驶座也要同步来享受 罗哥 请上车吧 终于 罗哥 看起来 你先看 我上班导航到TVBS 你看看这个图子 哇 天啊 这怎么说 终枕纪念堂 这就我们所在的地方嘛 对啊 哇 这个画面好流畅 你知道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连接手机Google Map 对 Google Map上面 其实图字当然也很清楚 但这么一比较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是卫星空拍 对 然后它稍微调一下角度模拟3D 但是事实上它不是真的3D 但是宾市的这个图字 对 整个呈现了这个质感 它是建模型 立体模型 所以你看这个系统 光你看这个萤幕 你就知道 它背后一定有什么 厉害的绘图晶片 你看这个建筑物的细节 对 所以它一定会有跟NVIDIA合作 这个说实话 你每天都要使用导航的话 光看我就觉得 不是只有赏心悦目 就是有一种高级感 对 没有错 其实这两年是宾市的车 我都不想把手机 去连它的CarPlay 是吗 对 你会特别喜欢它内建的系统是不是 对 因为它内建系统做得太漂亮了 而且你看这么滑顺 滑顺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的CPU非常的强 演算 对 然后它应该也有通讯的功能 所以它也跟Qualcomm合作 然后图字有跟Google合作 不止这样子 它也跟Amazon等等 都是大系列 包含这个音响系统 Google Master 它也有支援什么 Dubi Atmos 你看 全部都是厉害的 都是最顶尖的 对 那这些音响 这个Dubi Atmos的音源 来自于Apple Music提供 全部都是 大家想要的都强强人手 全部都是一等一的大企业 对 我刚刚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Just Talk 但是只要我车上有其他乘客 后驾有人 后座有人 这个功能就 暂时 暂时 对 所以我现在要跟它沟通 我就要去 你好 宾士 有什么 我可以帮你的吗 我觉得有点冷 知道了 温度升高到22度 有没有 等一下 应该就够热了 它还跟你嘘寒温暖一下 而且你会发现 我坐在这里是我讲话的 我温度没变 你的没变 我的变 对吧 所以你就知道它在 是谁在跟它说话 那我现在有个天窗 我如果要开天窗 我也可以这么简单吗 我都不要动手吗 你可以讲 我也可以讲 对对对 你可以讲 我也可以讲 都可以跟他讲 譬如说 你好 宾士 你好 有什么事吗 帮我打开天窗 没问题 开启滑动天窗 他现在接收指令的反应很迅速 非常快 而且就像我们真的在聊天 显然他一直搜集大数据 是有一直优化的 对这个之前我们在试车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顺畅 所以现在 偶尔都会突成一下 对 他现在是越来学习越好 所以这个是AI的进化 那我们如果回到他的主页面来看 他现在在这种里面的 内建的各种系统里面 他有很厉害的一些附加选项了吗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他其实在整个界面 我们常常操作这样子的系统 都会一层一层的选单点进去 你会觉得好痛苦 我已经在开车了 你还让我分心 那个是不是 他现在就是一个单层级的选单 你会发现你刚才因为设定的地图 对 所以你的地图变成底层铺底了 对 然后所有的功能 他就是第一层直接浮在最前面 有没有 你所有想要知道的讯息都在这边 所以你一目了然 那当然还有一些额外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有些选单 有一些APP 什么叫例行程序 对 这个就是很酷了 好比说你每天都会做的一些事情 好比说我早上 每天早上可能要去买杯咖啡 对 所以我们可以新增条件 那我们可以选定时间 这个时间天数我可以选我的上班日期 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导航 选到我想要去买咖啡的地点 那个店 对 那个店 然后呢 甚至于我再选一个条件 到下班之后 我就可以 哇 对不对 这些都是可以 这好像在设每一个人的行事利 对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或者是妈妈下班要接小孩 接小孩 去安心班 去学校 对对对 哦 所以就是你例行的事情 它会提醒你 而且直接帮你导航过去 或者是你下班 你有运动的习惯 你就去健身房 对 这些都可以变成你的例行公式 所以它这个就完全不是我们一般手机APP可以做到 这个座商这样有聪明 有聪明 我觉得有聪明 至少它增加的功能都是我会想要的 是没有错 所以在这些部分你就会发现 你看其实不只是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萤幕 然后有很多的IPB 对不对 我副驾驶坐这里 你看它有YouTube 你如果镜子在原地的话这个可以看 嗯 但是在副驾驶这边 它也有 它也有这些功能 而且我事实上是可以 你看 哇你也有好多application 对对对 那我事实上是可以在这边 联接我的蓝牙耳机 哦 然后我在这边可以看 有Sportify 有Apple Music 有各种 还有这边有游戏 对 这边还有一些游戏 那这些软体都是会渐渐渐渐增加的 因为它整个的底层架构 是一个叫做MBOS MBOS OS就是operating system 是一个作业系统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讲MBOS 大家可能非常熟悉 就是人机界面 但是它現在整體的架構 而且在AAS 我記得賓士那時候就有揭露說 我們現在是軟體硬體 都我們自主研發 對 沒有錯 我們做出來這個架構很厲害 就是車端路面雲端的連結之外 然後以後你會車上K哥 車上玩遊戲 車上做什麼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APP會越來越多 其實它已經很多了 只是這台車沒有下載 然後它這裡有個store 感覺有沒有 所以它會跟所有的這種 世界一流的廠商合作 甚至於開發APP 然後比較有名的這些APP 比如說Netflix Disney Channel 我都可以在這邊看 然後帶藍牙耳機 你看你的車我看我的 追我的劇情 所以這種就不是一般 你手機的Siri可以達得到 而且大家不要覺得說 好像MBOS 就下一個世代賓士的 這整個大架構大平台 只有在這些影音介面 或者是它的模組 不是的 包括了你車子的設定 對 車身動態 你的駕駛 你的性能 甚至於就是你的自動輔助等等 對 它是全面含的 而且它會不斷不斷的OTA 一直在升級 那就真的 所以車子會隨著它的時間 而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進化 嗯 所以大家都在比 你的車有沒有比較聰明 會不會越來越聰明 對 現階段聰明的程度 你覺得如何 你知道我剛剛像開天窗這件事 如果可以只用嘴巴說 為什麼很好 因為有很多女生做指甲 美美的 對 完全都不想要扣來扣不去 雖然這是滑的了 但是你還是不想 還有我很多朋友都說 那個箭頭啊 我到底是應該往後移 還往前移 懷疑對不對 不要覺得問題很好 是吧 但它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如果我用嘴巴說 它又聽得懂的話 是不是就是有一個虛擬的助手 一直在那裡 而且它可以跟你聊天 它還可以解你的寂寞 還可以完成你的各項需求 現在很聰明 會越來越聰明 沒有錯 很讚吧 看過了智能座艙 彤哥 是 接下來你要帶我們一起來了解的 我覺得論科技含量 它也是領先領頭羊吧 沒錯 在我們面前這一台就是最新的R232的SL55AMG 那大家都知道AMG代表了性能跟速度 但是可以看到 就像一支銀件 銀件沒錯 就是從1937年 WE25 V12的這個賽車來開始 就是銀件的開始 對 而且在現在改朝換代 現在全店的動作之下 其實我們之前2019年 有一台EQ的SILVER ARROW 對 當年在2019的車展展現出來 就是其實跟Vision 111是互相揮映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從當時純賽車 那現在變成了一個賽車 對 電動 但是又有豪華的那種感受的 但是在這個當下 我相信還有很多朋友在想 世代交替之際 我該留下什麼 對 怎麼樣抓住 這應該是一個答案 沒錯 就是這一台SL55AMG 因為它搭配了V8引擎 M176的引擎 它469匹的馬力跟700牛的牛力 是最後的內燃機的V8 V8 對 可能有些朋友會發現說 在台灣你也有4.3可以選擇 4.3均衡性也非常好 但如果你就是想要有一個V8的情懷 特別是統哥試駕過 它可以告訴大家 這台車資有魅力在哪些地方 對 這部車大家不要想 以為大家一台SL 只是一台GT跑車 但實際上SL在賓士的代表裡面 一支都是高科技的結晶 是 對不對 光看它的這個車頭造型 Panamera的那個植鋪式的水箱護照 就是當初賽車的這個Motive 然後可以看到 其實外型上它看起來很典雅 然後非常有肌肉感 但是其實你知道科技 在它的這個下擾流 空力的部分 包括這次後擾流也有搭配一個尾翼 可以在時速80以上做出不同的角度 讓這部車可以達到一個0.31的空力的 這個空氣的力學的那個 表現 表現 對 然後再加上它有4Matic Plus 對對對 這一次的4Matic Plus 讓這顆V8引擎 可以盡情發揮 就算你是開了一台這個跑車 但是你可以享受非常安定 然後又很有熱血 肆意揮上 對 沒錯的車子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 不管是它的這個外觀 然後它的內裝也是有非常豪華 舒適 同時高質感 但是它又不失性能味 那當然這個時候大家會想說 SL55 各位 其實統哥正在試車的時候遇到了一群車友 每個人看到它都說什麼 買 還想買 結果呢 已經賣完了 因為這一部是限量25台的 而且當時55就是為了紀念AMG55週年 對 大家可以看到布局就知道說 這部敞篷車雖然看起來 就是一部雙人享受的坐車 但其實它現在 它回歸2加2 對 回歸2加2的好處呢 就是讓你整部車的實用性 跟長途駕駛有更輕鬆 更方便的一個使用方法 而且它就是要從硬頂改為軟頂之後 它才能又回來2加 沒錯 而且你可以看到科技感十足 包括它11.9吋的螢幕呢 是可以根據這個太陽的角度 然後呢 其實它是可以調整的 然後呢 敞篷車最怕什麼 被風吹到 包括它後面的這個 這有個加熱 對 加熱 很棒 空氣力學的這個Scarf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設計呢 其實就是讓你知道說 我除了享受這台敞篷車以外 我也不會被天氣糟蹋 你說這件是不是科技 難怪統哥剛剛就說了 它也是走在科技的最前端 它就化成了各項你想要的配備 你要的性能 你要的各種舒適的輔助 滿足你特別漂亮的是 這是一台很美形的敞篷跑車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代 你如果對V8還有情懷 當時收到的朋友 恭喜你囉 好 這一次 11 Percent Mercedes-Benz特展 我們看到了就是要讓大家耳目一新 就是要能夠有前瞻性爸爸哥 在越野的領域最代表性的車牌 那當然就是賓士的G-Class 那G580 OK 全新的電動化的G-Class 有哪些很厲害的地方 我們講說如果是講G-Class 大概全世界各個地方 在地球上每個地方都可以去 但是它變成電氣化之後 它能不能維持原來G-Class 應該有的這種性能的表現 跟越野的表現 那我覺得當然現在它既然標誌 它就叫G-Class 我們過去以為它電氣化之後 會有一個新的名字 但它不特別強調 這個電氣化的名稱 它就是完完全全體 就是一台G-Class 只是它是用電氣化帶動的 其實這就很像我們在AA的時候 他們的高層特別講說 它首先是一台越野車 它才是一台電動車 是 感覺上這個宗旨 這個主軸是很明確的 對 那我們講說它 我們知道說現在在市面上 所有的G-Class賣出去的 從1979年到目前為止 有80%的G-Class都還在路上跑 這很厲害 大家不都說要日系車才那麼耐用嗎 對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成就 那當然我們如果講說 它是有好的越野能力 但是它跟過去不太一樣 它是變成是一台電動車 電動車當然就會有一個電池 那我們來看 其實電動車的電池 其實都會放在這個底盤的下方 對 這個電池其實它是雙層的電池 因為它的電池容量很大 有114度電 那這個雙層的電池 它用三層的冷卻 去確保這個電池的性能 那我們講說如果電池放在底下 那一般的 你到了崎嶇路面 你到了大石頭 你要越野怎麼辦 那你越野的時候 那如果有一些撞擊怎麼辦 那當然要有一個很強的保護 那這個保護 如果厚度要很夠 那如果是一般的鋼材的話 它可能會重量會很重 所以很特別 它用了一個碳纖維的保護板 所以它還不是像有些車廠用鋁合金 我們就已經覺得很厲害 它用到碳複合材料 對 那這個碳複合材料 這碳纖維的厚度有多厚 有2.6公分 我覺得這2.6公分是不得了 你想想看如果一個 我們講說像如果鋼板 它其實是很薄的 但是它如果2.6公分 如果它是金屬材質 它一定會重量會非常輕人 哇 我們真的 它坐在底下 那2.6公分的這一個複合材質 它除了 因為我們知道碳纖維的強度 其實是比鋼的強度來的更高 甚至它還有一點點抗扭曲的這種 有一點韌性 所以它做這個保護 去確保G-Class 在這種各種路面上面 即便是遇到地面上面的一些 不預期的狀情 都能夠保護 所以他們做了很多測試 我們講說這台車 到底要在台北市開 還是要在沙漠開 雖然有很多車主 他捨不得去吞 但是人家他就是有那個 越野的底子 所以他們為了要去測試 它的這種極限的能耐 總共測試的路程有500萬公里 這是一個很輕人 所以它不管是在-40度的極地 或者在60度高溫的沙漠 其實他們都已經去做過完整的測試 這500萬公里 你想想看 如果有250台車去跑 那一台車都要跑2萬公里 所以這個測試是一個很驚人的 一般的車輛的測試不會 所以他還是做了很多極限測試 我們講真的到了極地去 到極寒到極熱的環境裡面 甚至於那種不由路面到高溫70度的 他們也去試 他就是要確保一件事情 就是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G-Class 所以你看雖然外型上 大家都覺得G-Class還是保留了 它大家最熟悉的樣子 好看的一個方方的盒子 但是當你 其實為了它的降低風阻 它還是在一些細節上 有做一些稍微比較圓潤的修飾 而且後面那個重重的備胎也拿掉了 今天我們看到的G580 它後面其實背了一個收納空間的書包 而且告訴大家 Bob哥剛剛是不是說了 G-Class就是任何地形都能去 我們在北京車展的時候印象最深刻 是在那個45度斜坡 它也不是下來 它是倒著上去 所以那個收納盒一打開 我發現了一個小彩蛋 裡面有個三角形的Logo 然後有一台G-Class就停留在斜坡上面 告訴你我是有這個能耐 我就是可以這樣 還有印象最深刻 G-Turn 因為它這台車它所配備的動力 其實是四馬達 所以它可以用四個馬達分別去控制不同 四輪的轉向方向 所以它就可以實現這個所謂的G-Turn 不過要提醒大家 這個G-Turn要去展示的時候 千萬不要在公共的道路上面去實現 但是你如果擁有了G-Turn 你以後走在狹小的道路 或者是你真的需要原地回轉的走路 你是原地掉頭是可以辦得到的 對 你可能會比別人更有餘育 去克服各種不同的地形 果然G-Class還是夢想車 買車必看Logo吧 力標 My Bug 這就是身分地位的象徵 對 其實高端品牌 其實講的就是一個尊榮感 所以Logo對它來講 是一種身分地位的表徵 除了力標以外 你看它連頭燈都有Mightbar 然後整個輪圈都是Mightbar 然後就連側踏板也有Mightbar 我們把車門打開 你還可以看到Mightbar的照地燈在閃動著 這就是Puzzle 滿滿的Mightbar 而且進入Mightbar 繼續腳踩Mightbar 對 整個門就可以關上 而且你知道這台車厲害在 就是它的Mightbar的內裝 它手工打造以外 它的用料會讓你覺得 有那種高級奢華感 就好比說它全車的NAPA真皮包補 它的這個木頭 飾板 這是真的原木 所以你坐艙你會覺得很像是遊艇 然後像我們看到很多座椅 都有零格紋 這個X-Class也有零格紋 可是X-Class的縫線它是單條的 可是X-Class已經夠高級了 對 但是Mightbar是零格於X-Class 所以它就用雙條 就連這個邊線 你會看到這個收折的縫線 都特別的細緻 而且這個雪白也太高級了吧 對 所以這個就是高級的質感 就是會讓你享受那種尊榮 那我現在坐到座艙裡面 你知道嗎 它裡面我還可以踩住 踩住煞車 它車門自己打開以外 我還可以控制其他車門 像後座我現在先幫你打開 然後後面我也可以打開 啊 朋友坐到你的車就會覺得 超有儀式感 對 你就會覺得 你這台車怎麼這麼厲害 而且我跟你講中椅 它除了這些 我就覺得你超級看重我的 對 對 對 會讓你覺得有一種舒適的尊榮感 那除了這些呢 我們把這個 它的這個設定調整一下 它還有香氛的套件 整個香氛套件會讓你覺得 相當的舒適 它的Energizing系統呢 你把這邊打開 它裡面的香氛250ml 它可以維持2500個小時 而且它的香氛還不是只有一種味道 它是有20種 對 所以德哥 你像剛剛一靠近Minebuck EQS SUV 你除了視覺 觸覺 然後你看它配的也是 Burnmaster 大柏林之一 聽覺 再重要一點是 你連嗅覺都顧到了 對 而且它的空調 還可以自動過濾空氣PM2.5 就是它可以偵測車外空氣 然後再調節車內空氣 所以Minebuck EQS SUV 你懂得你就知道 這不只是品味而已 這真的是你最舒服的享受了 都說台灣人特別喜歡賓士車 為什麼 因為從我有記憶以來 大家就會覺得賓士就是黑頭車 就是氣派 就是功成名舊 就是陶吉車 那Bob哥這些年來 當然我們看到的一大潮流 就是不是只有房車 現在陶吉們對於SUV的接受度也非常高 對 我們講說S這個字 其實在賓士裡面 就代表它產品等級 定位上面的最高一個等級 那當然我們熟悉 剛剛終於提到的這種頭車車 就是S-Class 這種轎車座降 但是如果你今天所喜歡的是 像比如說是休旅車 那GL對應的產品就是 我們在身邊的這台GLS 那如果是在整個EQ的產品的家族裡面 最頂級的它代表的當然就是EQS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像S-Class跟EQS 我們就看到賓士 其實它是全世界第一個車廠 它實現了Level 3的自動駕駛 它就搭載在S-Class跟EQS的 這兩個產品上面 我們老說乘風買家的選擇 對他們來說什麼最重要 安全最重要 Bob哥剛剛提到的Level 3 可能大家會把它想成 就是一種進步的技術 駕駛輔助系統的再進階 因為現在普遍就是Level 2 但Bob哥 其實它最深的底蘊 應該就是安全 是 我們講說 我們講自動駕駛的實現好了 自動駕駛的實現是 它可以某個程度取代人類在駕駛 那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我們當然很小心 我們要眼觀四方 耳聽八方 那這些呢 它會換成是一種在車上的各式各樣的感測器 那包括有光達 它可以判讀的距離很長 那可能有超音波雷達 甚至有攝影機 那這些攝影機的綜合判斷跟這些不同的感測器的資訊來的時候 它必須要有一個大量的算力跟長期累積發展下來的這些軟體 Level 3 跟Level 2 有什麼差別 Level 2 就是我可以車道至中 定速 定距 跟著前車 到了Level 3 它就是有條件的自動駕駛 也就是說它允許你駕駛不用全神貫注 一定要握在包廂盤上或是看著路面 你可以稍微去做別的事 但這個時候車要怎樣 車要在你的車道上 它要能夠判別前面的耗製 路況 甚至有些突發狀況 如果有施工 突然之間前面有事故 那怎麼辦 對不對 對 所以這些綜合的判斷 我們講說這些大型的系統整合 並是累積了相關的技術 那這些技術你可能覺得說 那我現在又買不到Level 3的這種自動駕駛 好像這個技術離我很遙遠 其實不是 這些相關的技術 它在目前的產品體現上面 就是會發展成不同各式各樣的 這種安全輔助的系統 比如說我們講說賓市的PRESAFE 這種主動式的防撞系統 因為我們知道說如果最高民的 最高階的這種安全系統 就是你要避免讓車子撞到 因為撞到的時候當然要防護 但是如果不撞到是最好 那這個PRESAFE系統 除了有主動式的防撞 也有主動式的側撞 甚至研究發現 其實人在這種大 這種嚴重的這種撞擊裡面 其實它會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損傷 這種損傷裡面 包括還有大量的這種聲音 對聽覺上面的 那對耳朵也要保護 它要怎麼保護 對 所以也有PRESAFE的 這種音波保護系統 所以這個賓市呢 我認為賓市對於安全的執著 某個程度來講 我認為已經到了一種偏執的程度了 因為我們一般講這種白噪音 就是讓你比較舒緩的 它製造一種粉紅噪音 80分倍 然後等於讓你的耳朵 可以預先BALANCE掉外面可能的衝擊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都很神奇 其實你去看賓市 常年在安全科技上面 他們做哪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知道說車子 其實當然要做撞擊的測試 對 撞擊的測試 X-ray 我們每次去現場看的時候 都覺得說好像一瞬間就撞上去了 那這個撞上去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累積到的資訊 變成是它要改善的依據 那這個拍攝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它要用高速攝影機 1秒1000次 把這個很細微的 這個撞擊的過程 每一張都拍下來 而且我們一般的攝影 像照X光一樣 是 我們一般攝影是可見光 但它用X光 對 那X光就可以穿透性比較高 所以它可以觀察到非常細微 在撞擊過程當中 各種材料的變化 不管是物理性的變化 然後去找出這些材料 會不會有各式各樣的 改善的可能性 就是這麼一撞之後 它要看細微更細微 然後每一個小地方再去做調整 對 那可以觀察到 非常細的這些材料的演變 那那一年要撞多少車 其實這個你會很難想像 它平均一天要撞七台車 也就是說這種實車的撞擊 一年就要撞900次 另外有一些不同的零件 或者不同的這些相關的零部件 在撞的時候 它有一種就是滑車的撞擊 這種撞擊也要撞1700次 所以一年下來要累積2600次 所以平均真的是不計成本 在做安全的 包括撞擊的測試的所有的 細項 對不對 然後要優化 所以難怪它要Hashtag說 All for safety 對 而且這是我們講說 是這個品牌 但是我們想說 大家會買一款車 那你會很想要知道說 車廠在推出這台車之前 到底針對你買的這台車 做過幾次測試 一般我們都知道說 可以現在很多用電腦 物理引擎去做模擬的測試 現在看起來是每一款車 並是一台車 一個車型 它在模擬車子做15000次 但是實車會去撞150次 所以大家聽到這一些 就是我早於你使用之前 我幫你做各種的測試 會讓你覺得更有安全感 更有安心感嗎 爸爸跟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IAA的時候 其實賓士有設了一個 就是模擬的一種模型 讓大家看一台車 它在高速行駛當中 在車道當中 它透過它前面的視角的 廣度 長 深度不同 它是前後左右能掌握的圖姿 是非常的多 那個時候我們就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 那還只是一部分 是 所以我們想說 賓士的確在安全上面 下了很多的功夫 因為安全 毋庸置疑 是您最在意的事 這次來到的Y11% Mercedes-Benz 這次來到了Y11% Mercedes-Benz 大家有沒有觸發了 對於汽車未來的很多想像呢 當然朋友們 該想如何 董哥 董哥 其實這一次參觀了這個展之後 發覺我們不敢講 100多年的內燃機歷史 但是汽車的眼鏡史 從60年代 C111這樣推出之後 當初還在摸索 內燃機應該要用什麼樣的科技 才能夠延伸到現在 到現在已經 電動車要取代內燃機 這種交替的那種感覺 衝擊非常的強烈 對 不管是這個行的部分 開的部分 或者說是 我們現在的車 甚至於不用自己開了 那種感覺真的是非常特別 要更厲害 更強 更聰明 更懂得陪伴你 對不對 董哥 對 沒有錯 像MBOA 對不對 你一個人開車的時候 Just Talk 你可以跟他聊天 他陪伴你 那我今天又看到一個 我覺得 賓士他佈局很準確的東西 就是一個Excel Crux 它的走向 磁通馬達 對 如果以後 這個馬達 它扭力很大 直接傳動 不用再減速齒輪 以後不只是用在 這種超級跑車上面 如果一般的車子 體積又小 扭力又大 真的以後所有的電動車 一個輪胎給一個就好 其實我覺得賓士 它為什麼會成為一個有魅力的品牌 就是你只要想買車 它都有對應你的產品 就不管是性能車 即使你現在對內燃機 還是有相當狂熱的留戀 它一樣有八缸 它一樣有八缸 推特勃那種雄魂的聲浪 那如果你想要有高端品牌 它有麥霸 它可以滿足你對奢華的那種定義 那當然我最期待的呢 還是Vision的111 它能夠早日亮產 對 因為它會有一種夢幻的感覺 我也很期待夢幻的終極超跑 是不是就是在它現在 呈現的那個樣貌 對 因為畢竟當時C111 沒能量才是好多人心中強烈的 你看我做了一個功課 當時有人要出50萬馬克 等於當時1969年的200萬美金 想要買這一台車呢 其實它當時啊 就是據說啦 它有做出16輛車 但是我在廣網上查證這12輛 所以這12輛呢 到底是流落在哪裡呢 我覺得也很值得考究 喔 Bob哥 你今天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這個場地 這個場域呢 對我來講它就是一個知識的寶庫 因為我相信我跟各位達人朋友一樣 我們其實從小就著迷於汽車產品 那這些迷人的產品的背後 是無數的工程師的努力的心血 那這些努力的心血呢 透過一個這樣子場地上面的這些展示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這些知識抵禦 到底是怎麼樣最後落實在 我們所喜愛的這些產品上面 所以我覺得各位朋友 如果來到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像入寶山一樣 千萬不要空手而懷 而且我們常常說呢 有時候要感謝過去的工程師 或者是這些設計者 他們真的 你到底在說什麼 我們在說地球黃金線賴好友啊 你知道地球黃金線賴好友嗎 真的嗎 蛤 黃金線賴好友 那你知道加入地球黃金線賴好友 有機會可以得到iPhone15嗎 真的假的 是真的 趕快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賴好友 參加答題挑戰 就有機會獲得iPhone15 及汽車品牌周邊好理 同時獲得獨家 及最新的汽車資訊 趕快加入地球黃金線賴好友的行列吧 LINE 地球黃金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體 真是樹立校 我們現在自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要選動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油門 地球黃金線邀您一起上線 接著 接著